捍卫行人路权正义台中市府启动无限期公车大执法 加强取缔4G超速、闯红灯、不停让行人等违规行为 市长卢秀燕更是一早站在文新与中青路口视察 宣誓要守护市民用路安全 一大早一朝站在路口指挥交通 为了保障行人安全 市府针对为离让行人路口不停等强力执法 市长卢秀燕更亲自到场视察 孩子不能够白白的牺牲 所以我们必须更强力、更严格的执法 那才能够保障行人的安全 所以从前天开始 台中市所采取的公车大执法的专案 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针对公车的容易违规的几个态样 超速、闯红灯 卫衣规定、使用方向灯等等 这些违规的态样 我们也统计出来之后 我们依据我们辖内容易造势的地点 责定了27个公车容易违规的点 来做一个强力的取缔 警方在站牌前拦查违规公车司机 楼杏势导希望驾驶都能养成良好习惯 确保用路人安全 除了加强驾驶教育观念 市府这几年也大力补助公车业者 安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目前全市已完成装设1101辆 装设比达到8成 并预计今年底完成全市所有公车装设 不仅如此也会积极推动 行穿线退缩 尽量分开行人和车子起步之处 我们的这个路口呢 学校医院是最优先的低波 那学校跟医院 现在我们大概在10月底 会完成156处的道路改善 另外还有像学校 还有个叫通学步道 通学步道呢 我们过去这几年已经做超过123所学校改善 那当然因为我们台中是大地方 所以路口非常的多 那我们会持续的改善 透过层层把关捍卫行人正义 除了加强公车违规取缔 也结合易交志工等协助 严加取缔收护市民安全